未能出任南篮主帅李楠,是出杀手捡南篮世界杯遇选赛,南篮红队主场不敌韩国,客场不敌新西兰,遭遇两连败,两场比赛本应是主帅李楠,锁定未来南篮主帅的最好时机,但是整体表现让人大憋眼镜,南篮红队输球的主要原因就是丁燕宇航和周琦的缺战,遥想客战韩国的比赛时,丁燕宇航大杀四方独砍30分, 让韩国人胆战心惊,而此班主场迎战韩国,失去小丁的南篮红队攻击力明显减弱,与首战相比降低两个档次,另外一点就是周琦缺战对红队影响太大,不得不说的是周琦在李约奥运会之后一直没有为中国南篮出战,就因为此还让国内媒体有关猜测和误读,怕周琦故意不归,成为第二个王志志,为了更好的非战亚运会, 南篮红队赶赴美国集训参加夏季联赛,周琦也首次与球队进行了会合,南篮红队将与NBA多支球队进行了热身赛,昨天他们与有哈登以及保罗的火箭队进行了教学比赛, 火箭队主力几乎全部登场,根据规则,本场比赛一共打5节,每节比赛时间8分钟,每节具体比分中国队在前,第一节12比12,第二节9到17,第三节18-14,第四节16到18,第五节11到17,最终的比分定格在66比78, 中国南篮红队告赴,7月9日,南篮红队的球员周琦,以及阿布都在NBA夏季联赛中,上演了一次中国得比赛, 后主帅李南对于即将开始的亚运会大名单问题接受采访,李南表示周琦,丁燕宇航,他们应该都可以参加, 而翟小川可能因伤病的关系,现在还不确定,上届亚运会南篮兵败人川,最终只获得第五名,而这次亚加达亚运会,中国南篮的目标就是剑齿冠军, 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强不参加亚运会的比赛,再加上周琦和丁燕宇航强回归, 以南篮孔对阵容的实力,优势可谓十分明显,只要正常发挥,夺冠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 如果能够在亚运会夺冠,那么李南基本锁定南篮主帅的位置,如果侵权,请联系作者删除,谢谢,谢谢大家阅读, 喜欢的话请点个赞吧,欢迎留言评论加关注。